地球暖化到氣候變遷的這個 整個都亂掉了 全世界各地的氣候變得亂七八糟 這個應該是到世界各國去參訪 最多的浩平哥 你最應該是最新有七七天的 感慨最深了 現在我讓大家來看看 其實繼齊柏林的看見台灣之後 包括我在內很多兩岸的 我們這些文化工作者 都在做看見世界 你現在看到就是看見圖尼斯 這也是進入撒哈拉的入口 我們來看看在這個非常壯觀的 這個清真寺 這也是世界UNESCO 世界國際大家共同保護的 一個人類文化 共同遺產 你看到在這邊 它是很乾旱炎熱的地方 對不對 然後我們也知道圖尼斯 它就是圍繞在地中海旁邊的 一個古老國家 你看我們空拍的話 就要從這邊慢慢把 這個攝影機這樣拉開 這也是我們現在航拍空拍 大家都要尋找的一種方式 接下來的空拍 我就要帶大家到沙拉沙漠去了 沙拉沙漠非常的壯觀 那你想看這樣的空拍 就已經很壯觀了 我們來看一看 在這邊它是不是非常多的濃霧 怎麼看我們印象裡不一樣 濃霧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這麼乾旱的地方 就這麼乾旱的地方 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多的濃霧 因為濃霧水氣是蠻重的 它要相對四度70%才會有濃霧 我們比如在山上 或我們在台灣還比較可以看見 因為我們是海島 但是這邊這麼炎熱的地方 怎麼會全部都是濃霧 而且讓大家更納悶的是 這些濃霧它造成的這些現象 現在有些地方居然都慢慢長出植物來了 很奇怪吧 就我們所謂的顛倒化 對不對 我們也曉得很多地方在沙漠化 比如說北京線就非常小心的 就是北邊戈壁的沙漠不斷難移 那甚至我們很多地方都是你原來的綠地 都全部被沙漠化 那我們就覺得很納悶 就是怎麼回事 怎麼會是造成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大家才發現原來現在整個地球的氣候的變異 真的是可能我們下一個世代要注意的 就是氣候難民 記不記得我們在台北都出現龍捲風 龍捲風應該在空曠 然後這個溫度差異大的地方 然後發生 可是台北的高樓大廈 基本上次也發生龍捲風 然後我們就覺得很納悶 就是這樣一個原來乾旱的地方 你看我的旁邊現在全部都是霧 而且這個霧不是說只是一兩個小時 它持續了大半天都沒有散掉 那我記得以前布希曼人 他們要採取水 要怎麼採 因為非常乾旱 沒有下雨 也沒有地下水 他們就會拿一個鴕鳥蛋殼 晚上睡覺的時候就放在外面 即使這麼乾旱 還是會蒸發 蒸發了以後就會在這個鴕鳥蛋殼上 就蓄積很多的水滴 水滴以後他們就變成他們當天的一天的飲水 飲用水 還有一個就是氣溫 你記不記得歐洲 美加 居然溫度降到跟北極一樣 反正北極那邊冰開始融 對不對 然後格陵蘭的冰也融 那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注意 就是特地平衡